假设你坐在由上海虹桥开往西安北的高1928次列车上 现在是下午2点40分 5分钟前列车刚刚驶出南京南站 12分钟后你会在除州停车5分钟 代币身后去北京的高136 然后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入金湖高铁最繁忙的区间 蹦步南至徐州东区间 福州开来的高330会在蹦步南等着给你让路 并在你之后保持4分钟的车距和你追踪运行 你们会一起在速州东站代币追上来高4 最后你会在徐州东转上正续高铁向西安行驶 这些列车的运行时刻被紧凑地安排在了一起 一旦有意外情况导致列车晚点 上面的这些列车都有可能因此晚点 进而影响所有通过徐蹦段的列车 甚至是全国铁路网的运行 和我们在12306看到的时刻表不同 组织列车运行的基础是列车运行图 它大概长这样 每一条线都是一趟列车 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铁路上的车站 每一条线就反映了一趟列车 在不同时刻所处的相对位置 被称为运行线 对于不同速度等级列车混跑的线路 自然就会出现快车追上慢车的情况 两条线一旦交汇就意味着列车相撞 这时慢车就得在车站内停车代币 对于普速铁路 直达特快列车的等级最高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60千米 其次是特快 最高时速140千米 然后是快速、普快和普克列车 时速一般在120千米以下 以前不同等级列车所使用的车底颜色不一样 虽然现在它们都被刷绿了 运行图会经常调整 铺化运行图需要先确定 最高等级列车的运行线 然后再将空余的运行线逐级向下 安排给等级更低的列车 最后还会流出用于检修铁路的天窗时间 这样就大致得到了一张可行的铁路运行图 和对应的时刻表 列车就可以开始按照时刻表运行了 除了运行图 列车的运行还需要一套可靠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闭塞是防止列车相撞最重要的机制 将铁道分为一个个区间 每个区间内两条铁轨互相绝缘 列车通过就会短路两条铁轨 表示闭塞分区里有车 列控根据区间被占用的情况给列车发放行车许可 普速列车的列控系统是LKJ2000 通过监控列车车轴的转速 然后对速度积分 配合车载的地面数据来推算列车的位置 并给出相应的灯光信号 一旦列车超速或闯入被占用的闭塞区间 行车 LKJ就会根据情况做出从语音警告到紧急制动等不同的反应 与LKJ不同 高铁使用的CTCS系统通过应答器来确定列车的位置 发送线路参数和限速信息 应答器安装在轨道上 里面有感应线圈 当列车经过时 车载天线发送射频信号 应答器随后将电磁信号转化为电能 发送信号给列车 相比高度自动化的高铁 朴素列车则依赖人肉指挥 每个车站都有一个负责列车调度的调度员 每趟列车近站出站都必须和车站的调度员沟通前方路况 列车的运行状况和异常情况 调度员的命令优先级很高 甚至超过了运行图 如果调度不放行列车 列车就必须等待 朴素列车联控的通话是公开的 你甚至可以买个手台在家收听 联控混乱和列控失效的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这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的国务院调查报告 存在缺陷的地面列控设备遭到雷击 导致被撞列车在温州南站看到错误的红灯信号并停车 之后调度命令被撞列车以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目视行驶 期间调度和两车司机多次联系不上 后车司机没有及时得到前方有车的提醒 同时因为雷击的破坏 导致列控中心认为前车所在的闭塞区间未被占用 将无车占用的信号错误的发送给后车 这样后车就在错误的引导下撞向了低速行驶的前车 虽然事故的原因并不是车速太快 但2011年事故后中国高铁仍然被命令降速运行 其中既有线上的动车组时速不能超过160千米 原有的应答器也被拆除 所以用能跑250公里每小时的动力分散式动车组 开160公里每小时就不太划算了 于是2019年1月5日铁路总公司调整运行图后 复兴号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出现了 它们虽然长得像传统动车 但只是把普坐列车更换了外壳和内部装修 拼成了一类动车组 最高时速也只有160千米 当然票价还是得和其他的动车组列车一样 我是聂同宇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极客 B站 搜索回应跟PayPalClip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火车 可以获得一份LKJ2000的操作手册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